大家好,这次视频来和大家说一下 智能键表的安装及巧试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智能键表如何安装 今天通过这个视频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这种小型的正态智能键表呢 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要用这种轨道来安装 这个键表它是低定 高车 给大家看一下 从下面呢 进线 ABC零线 然后上端是出现 ABC零线出现 这个呢是直接接入视纸的 没有接护感器 所以说这个上的参数呢 我们一般都不认识 它的电流比呢 是零 直接质量就可以了 我们按按钮呢 就可以直接来 检查 它的这个 键压是多少 键流是多少 功率为多少 然后呢 最后 会弹出来 每天转的 电能度数 转之后 核达之后 如果说这个脉冲灯 有闪烁 说明这个键表 说明这个键表 质量 正确 正常质量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有正常质量 所以说我们不必担心 这个键表呢 不质量 还有呢 界限不正确 如果说界限不正确 智能键表 一般都会 做报警处理 那我们按照相应的 报警向事 来处理 就可以了 现在脉冲灯呢 有闪烁 说明这个表 是已经开始 正常质量的 那今天我转了 两个 智能键表 这里装了一个 然后呢 这个箱子 也装了一个 大家看一下 也是 低进 高出 这个键表为 三项 四线制的 智能键表 大家看 接线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 简单 这个就是 智能键表的 接线 方法 及它的 桥式 那后期呢 我会给大家说 接入交流互感池之后 我们如何 在 智能键表上 设置它的 电流 参数 电压参数 以及它的功率 是如何查找的 那 喜欢我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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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